欢迎来到Benji工作室 我这个频道会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录音和拍片的东西 今集会说些什么呢?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讲一些比较Pro的东西 我发觉都是要兼顾一些可能完全未接触过录音的人 如果完全未接触过录音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部大家都有的装置 例如我们每人都有一部iPhone iPhone 里面有个叫Galashband的Apps 我们可以下载下来做到编曲、录音 其实功能都很齐全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免费的 今次这个系列叫iOSGalashband系列 会一步一步教大家去做 今次就是第一集 首先最基本的可能是我讲了如何可以录音 例如你要做音乐 最低限度都要有个钢琴 如果没有的话 你当然可以在Galashband上录音 但始终都是差点 如果有个琴就最好了 琴就要有一个USB 位置 就要像我这一部 这一部就是USB 位置 把USB 插入锅盒 另外一边有一个Lightning to USB 连接 我们将它插入iPhone 连接USB 线 大致上都应该会连接 我们先看看画面 我们在iPhone 开上Galashband的Apps 我们开了一个新项目 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 我们先选择一个智能键盘 今集会讲一下如何做琴 接着会看到这个智能键盘 我们可以关掉这个 接着会有个琴声 我们的Pedal 也可以做到 试试 放开Pedal 基本上跟平时弹琴一样 在录音之前 我们要设定拍速 例如拍速 我们要选择相应的速度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们也可以用手指指点一下 设定拍速 接着拍指 1,2,3,4 拍速是71 接着要选择调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录音 接着我们只需要按录音 就是 1,2,3,4 1,2,3,4 使用非常弱 1,2,3,4 2,4 1,2,4 我们先试试 Pedal 先试试 试试试 pedal 先试试 譬如我拍攝自己再試錄一遍 這樣也會錄進去 我們會按在Multi-Track的版面 會看到已經錄進去 譬如我們錄進去搭了聲音 後面那段緣要,我們稍微按一下 就可以刪除它 我們用這個方法錄音 其實都是用MIDI來錄 其實MIDI上次也介紹過 我們可以按進去 按編輯,我們會看到裡面的格格 其實我們可以修改裡面的音符 或者轉高低音 這個我們就下一次再說了 今次只說了琴怎樣接駁 其實最主要都是要回線 我們將線接駁到一個有USB output的琴 我們就可以做到琴的錄音 至於編輯方面 就要遲些讓我再開一集 詳細些去講解 否則就很急 大家可以試試將iPhone 連接琴的錄音 這個錄音的方法 其實都是跟電腦大同小異的 都是用MIDI的訊號去錄音 後期也可以去編輯琴聲 或者Pedal 這個就是關乎PIM曲的問題 遲些會再介紹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對這集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 好,謝謝 記得按LIKE 就這樣,拜拜 拜拜